恭喜您答对了 三棵树健康家 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三棵树 马上住 三园 八席 古船 古壁 玉宝 黄志和 六壁居 岳盛斋 华都 手边的美味 身边的营养 从田间到餐桌的手农食品 手农 美好生活 守护者 享受绿色人生 祝您寿笔山高 天津力生制药 你未必光芒万象 但始终温暖有光 公益题材 乐善人生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 都能上太空 长城润滑油 护航中国航天之路 也呵护你的每一段路 长城润滑油 航天级润滑保护 在您身边 他乡求学路 变波流声机 我是高中毕业以后 去的曾光华 美国都能理学院 大三以前都是国亚教育 别问我学什么专业 地球那一端 天涯收耳畔 入院四天 最后只是诊断为 套诊 很普通的病情 整个下 三万美金左右的账单 我是在读书 那我也不可能 给他们去打官司 德国的律师费用 是非常高的 在这里 憧憬你的留学未来 在这里 规划你的留学道路 中国之声 留学朋友圈 大家好 我是在悉尼留学的陈宁 这中我拿到了急救证书 这不是普通的外伤 人工呼吸 AED 而是精神健康的急救证书 想要进学线纳 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精神健康 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 最多是期末时 学生压力指数会很大 对于留学生来说 功课的压力之上 还有经济 语言 文化 等多重压力 出来乍到的时候 身边也没有什么家人朋友 怎么学会照顾好自己 就非常重要了 在澳大利亚 抑郁和焦虑之 最常见的精神科 疾病 之外 还有酒精药物 上瘾等 如果学生感觉自己 因为这些 而没办法继续学习 学校里有特殊计划 特别安排 以推迟提交作业的期限 学校有专门的咨询师 当你的人生 碰到重大变故 或者一些自己 没有办法 好好消化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预约免费的咨询师 进行输导 在这次培训中 我学习了各种 精神疾病的表现形式 并且学会了 怎么去帮助 现代患者 陪训导师告诉我们 接近这类人群的时候 被拒绝再正常不过了 被拒绝之后 的迂回询问很重要 在成功接近他们以后 需要有同理心的倾听 其实倾听是非常不容易的 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听个形式 却缺乏能够感同身受的能力 这我感触很大 在生活中 富有同理心的倾听 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听了别人的故事以后 我们需要给予相应的知识 或者帮助 首先要告诉对方 精神疾病并不可怕 但很遗憾的是 社会上对于精神疾病 还是有非常浓重的歧视 直接导致绝大部分的人 都不愿意去就医 与世症状愈言愈烈 严重影响这场生活 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精神低谷 在澳大利亚 常见的精神疾病 比例是20% 在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在培训的采访里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 只有当精神疾病 潜在患者被真正诊断以后 他们才会配合治疗 慢慢好起来 而被诊断之后 不少人都感觉 一切困惑都被解开了 不过呢 我们只是精神疾病的解救员 我们接着会推荐 潜在患者 去及时就医 或者得到一些 其他专业的帮助 在澳大利亚 每个人生病 最近要去的不是医院 而是全科医生 或者说家庭医生 全科医生